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阮奇 你在看些什么呀? 哦 我也在看《神雕合女》 是哦 满晴 你有没有看过金融的小说呀? 当然有啦 虽然我不是每一部小说都有看过 不过我都有看过《鹿顶记》 《笑傲江湖》和《以天陶龙记》这几部小说 我觉得这几部小说很吸引 一开始看就停不下来 我觉得金融先生真是一位才华出众 而又想象力丰富的人 是啊 我都觉得是 其实我们可以在他的笔名里看得出 金融先生原名就是《茶良荣》 但是在他的笔名里 就把他的名字很巧妙地分拆而成 金融先生是香港知名的新闻工作者 亦都是近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作者之一 金融一生都自力在从事新闻工作 他先后在上海的《大公报》和《新晚报》任职 而他在1959年更加创办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明报》 金融很喜欢创作的 创作的范畴也很广泛 概括小说 政论 散文 传译和剧本 其中以写武俠小说最为突出 由于他对历史很有研究 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 都会加入很多历史的元素 例如《射雕英红传》 《笑傲江湖》 《陆整记》等十余部长篇的小说 将历史和创意结合 情治精彩 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 我知道金融先生用了很多时间去写了十五部小说 他在1955年写成第一部《书劍因仇录》 之后就一直都不断写出多部精彩的武俠小说 而最后一部小说是在1972年写完的《陆顶记》 充满才华的金融先生 更加将自己所创作的其中十四本小说 很巧妙地用每一部小说明清的第一个字 写成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赦白绿》 《笑雪晨合以碧冤》 真是很特别 金融的小说不单止受到华人社会的欢迎 就连其他国家的人都很喜欢 所以他的小说更加有英文、法文、韩文、日文、越南文、泰文 等等多国的语言语本 金融的小说这么吸引 所以他的作品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 和电脑游戏远看 你看看 是啊,金融不暇的小说真是很受欢迎 是啊满情,我刚才不是说看《神雕合女》吗? 你有没有看过啊? 我没有正式看过小说啊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啊? 好啊,其实《神雕合女》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南宋时期的 而主角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楊过和小龙女了 在南宋末年,小时候的楊过因为父母伤亡 于是就被父亲生前的劫霸兄弟郭靖夫妇收养了 但是由于楊过个性挖强、脾气还劣 令郭靖的妻子王容很生气 所以在无可奈何之下 郭靖唯有将楊过送到天下道教正中的全真教去学武 全真教教规森业 天性叛逆的楊过偏偏由拜了心地合集的小人为师 在教中的时候吃进斧头 忍无可忍,终于逃出全真教 被追打之下方不择路,逃入了活死人墓 活死人墓里面,隐居了一位少女,叫小龙女 她从小仔活死人墓那里长大,武功高强 但是不理世事,她收留了楊过,并且收她为徒 司徒二人就一起在墓里面练功,一起长大 漸漸大家都被此爱上了对方 这件事被全真教的人知道,她们从中作梗 搞到小龙女和楊过之间发生了误会 小龙女更愤疑离开活死人墓 独自闯荡江湖 楊过猛而无知,四处找小龙女 期间,楊过又被人误会 被人斩断了一只手臂而昏迷 醒来的时候机缘巧合 偶遇到前辈高人遗留的一只神雕 并在神雕的帮助下练成一身神功 楊过其后又和小龙女相遇 但是她们之间又因为一些问题而再度分开 但是幸好到最后,她们终于可以在16年后重逢 从此之后就只顧开开心心的生活 阮奇,这个故事真是很吸引 怪不得由我小小开始 都可以在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神雕合女的出现 你看看,正是中、港、台山地的电视版本 都有7个这么多 1983年有刘德华版的楊过 1995年有古天乐重演 近期小小的就有黄晓明 你看看她们所扮演的神雕大合 多有型 哈哈,又是哦 滿情啊,不如你也说一下 你看过的金融小说给我听 好啊,我看过啊 明天看不见 还对 最后忘了 大王 大王 回来 闭上